您可以用小物件 像是钮扣 去帮助孩子学习加法 举个例子 您可以放两个钮扣在孩子面前 然后问他 这儿有几个钮扣 孩子可以数着钮扣说 两个 然后你可以加三个钮扣 问他们 如果我们多得到三个钮扣 这儿会是几个钮扣呢 孩子可以再数一次说 有五个钮扣 然后您就可以说 对了 当我们有两个 再加三个 我们就有五个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 了解基本的加法 我们下转到第二个钮扣 随行 还是换到第二个钮扣 都没有了解 对吧 当我们下转到第二个钮扣 都没有了解 如果我们下转技能